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解教材当中的第五部分 会计部分的第25章 那前面呢 我们是把第23章会计的基本概念 24章会计核算都进行了讲解 那么今天的第25章呢 是叫做 财务会计报告 那么这一章的名称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写的不是叫财务会计报表 而是财务会计报告 那么也就意味着 财务会计报告跟我们的会计报表是有区别的 我们下面来讲相应的内容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这一章啊 是有三节 第一节呢 是对财务会计报告 做一下简体的介绍 包括什么叫财务会计报告 那我们从这一节单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财务会计报告 它实际上是包括了 会计报表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还有会计报表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节的知识点 那么第二节呢 我们就要讲财务会计报告当中最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会计报表 尤其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我们2018年交财对会计报表这一块的内容是做了修订的 那么主要呢 是依据2017年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 有几号对会计报表呢 做了相应的调整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讲到会计报表定义 尤其是介绍几个重要的报表 一个就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那么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在讲第24站的时候 曾经讲过会计的六大要素 资产负债表呢 它主要是由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来组成的 依据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的恒等式来编制 形成的一个静态报表 而利润表呢 是依据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的恒等式 编制成的一个动态报表 我们的现金流量表和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这两个表那么是我们接触到的新的内容 我们会重点呢 再给大家做讲解 那么第三节是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的要求 这里面涉及到编制的时间 依据结战日 对战清查 构计关系等等 这一章内容主要就包括这样一些 那么从晚年考试的情况来看 第25章肯定不如24章分值那么重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每一年大概是五分左右的 这样一个分值 2018年呢 也大概如此 接下来 我们来对这一章的知识点 做一一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使用者有哪一些人 很明显 这个知识点我们需要掌握 什么叫财务会计报告 还有哪些人来使用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呢 它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 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 或某一会计期间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的文件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务会计报告 它其实就是一种文件性的资料 这样一种文件性的资料 我们可以根据 它如果是某一特定时期 反映财务状况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 某一会计期间反映进行成果的话呢 这就是利润表 反映的是现金流量的话呢 这就是现金流量表 等等这样的文件 统称为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 很广泛 非常广泛 包括单位的管理者 投资者 在权人 政府及有关部门 包括社会工作 都会来使用 财务会计报告 也就是说会对财务会计报告 做研究 来查阅 等等 好了 我们来看16年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很明显 它考察的是我们财务会计报告的定义 答案呢 是选A 是选A 注意我们不能选B 因为它是包含了所有的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 它是包括了会计报表的 也包括了财务情况说明书 和会计报表的付诸 所以它是一系列的文件 答案呢 是选A 不要搞错了 再看一题 这一题呢 考核的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 多项选择题 那么除了C不选之外 A B DE 都要选上 都要选上 包括投资者 要投资这个企业 首先要看这个企业的财务赚款 债权人 我能不能借钱给这个企业 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 看这个企业发展前景 企业管理人员 我自己对自己企业 我肯定要熟悉 对吧 所以答案呢是A B DE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指示点 财务会计报告 它的内容 就包括了 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呢 它是财务会计报告 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知道一张 资产负债表 虽然很简单 但是至少也有那么好几页 加上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等等这一系列的报表 在一起的话 如果这个单位的大boss 就是老板 他本身自己 并不是搞财务的 他是没办法 把会计报表上的 一系列的科目和数据 把它弄清楚的 于是呢 我们就需要有 会计报表的一些辅助 对会计报表 做出说明 以及能够让一般人 都能看得懂的 财务情况说明书 也就是你要搞个总结 给你的老板 让他能看得懂 以及其他应当在 会计报告中 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财务会计报告 它的内容 是远远不仅局限于 会计报表的 我们来看这一题 一套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 应当包括 很明显 会计报表要有 报表辅助要有 财务情况说明书要有 以及其他需要披露的 信息和资料 那么相关的财务规章制度呢 是不包含在内的 答案是A B C E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指示点 关于财务会计报告 它的分类和内容 分类呢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 财务会计报告 它的期间 也就是时间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年度报告 半年报 季报 和月报 一般呢 对于公司越小的话 那么 它就只搞年报 甚至连半年报呢 它就不做了 因为公司规模太小 你做过半年报啊 它没有人力 去做这个事 那么公司规模越大呢 它可能会一直 阅读 报告 都得要做 年报 半年报 就应当要包括 各种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付诸 财务情况说明书 而季报和月报呢 一般都是 简单的 指会计报表 有些企业呢 在季报或月报当中 紧紧编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但是如果这个季度当中 涉及到的股东权益 变动幅度比较大 或现金流量比较大 那么也有可能会来编制 正常情况下呢 做前面两张报表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这一题 按照会计期间划分 财务会计报告啊 当然可以分成年报 半年报 季报 月报 还没有做到半月报 半月报的话 我相信任何一个企业 财务人员 都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我们国家 不管从税收的角度 还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 都很难每半个月 就来编一次相应的报表 因此答案是 ACDE 再看这一题 17年才考的 关于财务会计报告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不包括政府 那当然是错了 我们的使用者 是包括上级主管部门 及其政府的 B 财务情况说明书 不属于财务会计报告内容 当然也是错的 这B选项呢 也是错的 C 财务会计报告分成 年报 半年报 季报 月报 A 这个就对了 我们看C D错在哪 他说财务会计报告就是报表 那当然错了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 它包含了 会计报表 答案为C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节的内容 第二节呢 是我们的 会计报表 也是我们这一张 最为主要的内容 最为主要的内容 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 2018年的教材 对于这一块呢 是有所修订的 首先我们来看 常见的会计报表 总类有哪几种 会计报表啊 它是指企业以一定会计方法和程序 由会计账报的数据整理得出 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企业 财务状况 那当然就是资产负债表 经营成果 当然就是利润表 现金流量 当然就是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的书面文件 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主体和核心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我们前面讲了会计核算的时候 从原始凭证到填制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来登记会计账簿 会计账簿 它的数据整理 按照国家规定的表格形式 就形成了我们的会计报表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会计 所以我们要学会计 归根结底 一定要把相关的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要把它弄清楚了 紧紧抓住财政部 所公布的一些规章制度 当然前提还是要以会计法为基础 对于企业来说 会计报表 它就包括了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情况表 及其相关负表 一般的企业 你比如说规模不大 那它所有的权益变动表呢 它根本就不编 因为反正就我们几个股东 在一起 那我何必要编这个呢 我的这个企业 股东权益这一块 几乎都没什么变 或者我的所有的权益项 那四个还记得吧 我们的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淫于攻击 未分配利润 那么值变化呢 也不大 因此我们这一块 有可能就不变 现金流量表 对于企业啊 一般来说 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尤其是有资本运作的企业 那它也可能跟银行之间的交流 有可能产生的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这些的现金流出流入 都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日常经营 因此呢 现金流量表 稍微有一些规模的 现在也要变这个表了 我们来做题 会计报表 包括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 主要的四个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和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答案ABCD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啊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很多次了 它是一个静态报表 反映的是企业某一特定日期 这个某一特定日期 如果是年度资产负债表的话 它指的就是12月31日 如果是半年的资产负债表呢 那指的就是6月30日 对吧 就这一天 也就是半年或一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10点上面 那么它反映的是什么 企业财务状况 因此这个表 它反映的是你这个企业 有多少资产 有多少流动资产 多少非流动资产 有多少负债 其中有多少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你有多少所有的权益 是反映的是反映的这样一个财务状况的报表 主要反映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三方面的内容 它是以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这一会计和冷室为依据的 而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讲的静态要素 因此这个表也叫静态报表 或者叫存量报表 那么通过资产负债表呢 是可以帮助企业使用者 全方位的呢 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的 分析企业的债务 传还能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企业它有这么多资产 那么有这么多负债 尤其呢我们知道资产减救负债 等于所有的权益 那么如果这个企业 它要偿还未来未到期的这种债务 主要涉及到负债这一块 那么我有多少所有的权益 或者是有多少能够变现的资产 来偿还这一块债务 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说 债权人来说 一般都得要看资产负债表带 如果出现资产 或者说可变现的资产 与负债之间的差额已经不大了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权益这一块呢 值已经不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 债权人是不愿意再借钱 给这个企业的了 因为它的产债能力呢 是很有限 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决策呢 提供参考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几几种类 资产负债表啊 一般有两种结构形式 一种叫做报告式 一种呢 称为账户式 那么报告式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 现在一般呢 用的是非常少了 我们国家是明确规定呢 是要用账户式的 因此我们资产负债表 左边就是资产类 右边是负债和所有的权益类 那么每一类里面就是一个 我们相应的科目 会计科目 这全部都是一个个账户 那么左方 资产项目呢 它是按照资产流动性 大小来排序的 所以它左边 最上面的是 变现能力最强的 也就是我们的流动性 最强的资产 那当然是库存现金 接下来就是银行存款 对吧 那么右边呢 是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也是按照求产顺序 其实也是按照负债啊 它的这个到期的时间来排序的 越在上面的 那么越是短期的 越在下面呢 它这个负债的期限就越长 我们来做题 反应企业财务状况的报表 这当然很简单 答案呢 肯定是B 资产负债表 再看一题 15年的题目 关于账户式资产负债表格式的说法 错误的是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用的就是账户式啊 它资产负债表啊 分为左右两方 这个没问题 左方是资产 右方是负债 和所有的权益 各位考生朋友呢 也可以对到的教材 因为我们说了 教材上面的那个资产负债表 是经过17年的会计准则调整以后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加入了一些项目的啊 那么B呢 资产项目按照资产流动性大小进行排列 对的 是流动性由大到小进行排列的 那么资产负债表右边 它说为资产项目 怎么样 错了吧 C就错的 是我们要选的 资产它是在 左方 右方 是负债 和所有的权益 再看下一题 我国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类项目的排序规则 这个就简单了吧 是按照流动性由强到弱 或者说按照变现能力由大到小 我们按变现能力由快到慢进行排序 那么并不按金额 不是按金额 所以这题答案呢 是选A 好了 还有一题 这个知识点呢 说明考的比较多 关于资产负债表说法 正确的是 A 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这答案是对的 这是它的定义 B 目前我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用的是报告式 错了吧 用的是账户式 C 资产负债表有报告式和账户式两种格式 这是对的 第一 资产负债表以资产等于负债家所有的权益等式为依据来进行编制 一呢 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进行成果 这当然错了 反映进行成果的 是我们马上要讲的利润表 因此这一题是ACD 16年 有考到的啊 这一题考到的 那相对比前面要更细一些 他说呢 资产按流动性进行排序 流动性强带在前面 弱的在后面 现在问你 排在应收账款前面的项目是什么 所以我才 请各位考证朋友一定要回到教材 把资产负债表的那个表 要看一下 啊 左边右边 左边哪些科目 右边哪些科目 那么很明显 排在应收账款前面的 首先我们两个最强的肯定在他前面 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对不对 由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哎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它包括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因此答案就是选B了 像固定资产 长期投资 这都属于非流动资产 它是排在最下面 存货呢 它是流动资产当中 变现能力要差一些 所以它是排在应收账款的下面 17年也考到了 关于资产负债表说法 错误的是 单选题 它反应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 状况的报表 这些对的 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分析企业 债务偿还能力 哎 这个也是对的 目前我国企业资产负债表格式是报告时 你看 就这个地方错了吧 所以答案就选C了 D就是对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利润表 利润表啊 它是反应企业一定会计期间 经营成果的报表 所以呢 利润表实际上它也有日期 也写着某一年12月31日 如果是年报的话 那么这个它指的不是说 这个点上面 而指的是呢 一个期间 当然它写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年份 就比如说2018年 2017年 它指的是这一年从11日到12月31日 整个期间 我有多少收入 我有多少的费用 最后我生成了多少的利润 等了没有 它一定是一个会计期间 而且反映的是它的经营成果 按照一例的分类标准顺序 将企业这段时期的 各种收入 费用 支出 和直接进入单期利润的 利得损失 进行的分类 它是依据 收入减去费用 等于利润 这个很等式呢 来进行编制的 利润表也有两种格式 一个是多部式 一个呢 是单部式 而我们国家 企业 编制的利润表 是一定要采用 多部式 也就是它要分成多个步骤 来进行编制的 进行编制的 好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地方看到 它的编制的步骤 同时各位考生朋友 也可以对照着教材 利润表的那张表 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呢 是要计算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 它是等于 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减去营业税金及付加 减去管理费用 减去销售费用 减去财务费用 再减去资产减值损失 加上投资收益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有同学讲 这个公司这么长 我怎么记 其实很简单 既然你是要算的是 营业利润 那你所有取得的收入 肯定是从营业收入开始 有这一块的收入 你要把所有你发生的 各种成本 你要把它扣掉 于是我们就要扣掉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付加 因为我们说费用线 它是包括成本和什么 期间费用的 期间费用就这三项嘛 所以你要把这三项呢 你要把它减掉 还要扣掉呢 资产减值的损失 另外你在这个期间里面 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损益啊 我们就有了投资收益 和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你要把它加进来 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营业利润 这就是第一步 注意啊 这个知识点是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第二步呢 计算了营业利润以后 是不是代表企业 它最终利润就这么多呢 不是 我们要计算利润总额 它等于营业利润 要把营业外的收入 要加进来 比如说 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 这营业外的收入 你要加进来 要减去营业外的支出 再减去营业外的支出 所以这个呢 就形成了我们的利润总额 那是不是利润总额就算可以了呢 错了 你还没有交所得税呢 因此第三步计算净利润 它等于利润总额减去 所得税的费用 我们要把企业所得税呢 这一块的所得税费用呢 我们要把它算进去 前面我们计算的税金 是营业税金 看到没有 我们包括这个 增值税呀 消费税呀 在这一块可能扣了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所得税 因为我们计算所得税的时候 它的一纳税所得额 也是要把各种损失费用扣掉以后 才能算得出来的 我们来做题 下列会计报表 反应企业一定会计期间 也要经营成果的 那当然是利润表 这很简单 答案选B 再看这一题 关于利润表项目之间关系的等式 正确的式 那这就需要大家 把我们刚才讲的多不是 从营业利润到总利润 营业利润总额 再到我们的净利润 它是怎么算的 就要记住了 它说 营业利润等于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对不对啊 错了嘛 我们讲营业利润 那个公式后面有很多项呢 不仅仅减营业成本 你还要减掉什么 营业税金及附加 还要减掉我们三个期间费用 我们还要减掉其他的损益 比如说投资收益要加进来 公与价值的变动损益 你要加进来 对不对啊 这些你都要考虑的 那么B呢 那当然也是错的 C呢 利润总额等于 营业利润减去营业外支出 对不对啊 错了嘛 你关减支出 那还有营业外的收入呢 也要加进来 所以只有D呢 是对的 答案选D 第四个 再看我们的 这一题是16年考的题目 那么他说 下列会计科目中 其发生额可能影响企业 利润表单中的 营业利润的事 那你很简单 你就看营业利润 它是加加减减哪些东西 如果加减到下面这些东西 那它肯定影响到 营业利润的值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哎 财务费用 它是会影响的 这个值大 那么营业利润呢 就变得小 因为你要扣掉的就多 对不对 那么这个值小呢 营业利润值就大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是我们计算了营业利润以后 再加它减它 得到的是利润总额 所以这两个值呢 是会影响到利润总额 不影响营业利润 所得税费用呢 它会影响到净利润 更加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营业利润 所以这一题答案 是选A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